小娘 送姑娘出阁 是大娘子的事情 您是后院的人 不义上见 今天我姑娘出阁 好歹让我看她上了花架 我都不行吗 楚军说 叫梁家迎亲的人 看见小娘如此没规矩 盛家丢不起这个人 红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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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把她咽回去 女儿就要走了 不仅还是不肯跟女儿 说句话吗 自今日起 你就成别家人 没什么可说 我疼你一场 不承想养成这个样 到了梁家 你享福也罢 受罪也罢 都是你自己的原法 日后若是受了伪 不承认 也用不着回来哭 怎么 你也来看我落败的惨状吗 你们不用高兴得太早 我不过是一时困的 将来谁高谁低啊 不过是一时困的 我说不定 总要我过来告诉你一声 梁家答应了 是老天爷都帮我 我好我和我阿娘辛苦筹划 盛如来 往你日日夜夜都把敌女 挂在嘴边上 从今往后 我就是伯爵府的大娘子了 他永远远远远远都要高看我一眼 他永远远远都要高看我一眼 恭喜四妹妹 得嫁高门 我阿娘说了 娘老子想摆布儿子 若儿子想的就是父母想的 儿子便说是孝顺 顺从 若不是一条心的 儿子就顾不得孝顺 只顾自己的 爹爹是这样 梁家六郎也是这样 他母亲不总是想要遛丫头 最后 不还得是乖乖纳我进门 那梁家可并非什么福地洞天 吴大娘子精明强干 梁家六郎就算是 大家都很羡慕我吧 我过去 做的是原配正事 谁还能与我争 妹妹非黄腾达 好自为之吧 走 往死 走 娘 沐儿 娘 梁 娘 梁 梁 让娘看看 哎呦 我啊 你 你 你弟弟怎么让你出来了 我不是 我不是梁家这婚事成了 不错啊 就是十万堂那个老婆子 亲自去提得清 管他是活了几十年的老妖精 不照样还是 被我们母女俩的手段 给降服了 哎呦 你可熬出头了 娘也熬出头了 娘 爹爹帮我回来看你 我 我 我怕日后 日后 我不放心你 不怕 我 哎呀 当年卫世那个小狐狸 已经死的时候 也闹过这么一场 最终又如何 你爹爹 还不是跟我和好如初了 没事 再说他语说完糖啊 终究不是什么亲母子 不会对那个老太太 言听计从的 放心 哎 大不了 大不了娘再 稍微使点手段 徐毒死什么的 你爹爹 就会乖乖地回到我手掌心了 哎 什么时候办事 受了没 说是这个月 则隔即日 发酵上门 哎呀 这个月 是 是 是仓促了些 不过这好不容易 争来的婚事 也只有赶紧办了菜安心 省得夜长梦多呀 好啊 来 来 这些啊 都是我这些年 通平稀凑攒下的 伯爵府啊 侯门大院 不带邪丰厚的嫁妆过去 恐怕是要让人耻笑的 但就是 但就是这些东西 娘也得给你哥哥留一点 要不然 娘 就这些东西 你都给我带上了 也不敌大姐姐嫁妆的一半 多小带邪就行了 好啊 而且 娘当初加入圣府的时候 不也是身无纷纹吗 现在 不照样过得比大娘子得风光 女孩有志气 就算不靠娘家的这些嫁妆 依然能在婆家活得风光 我的猛耳乖 有志气 比你那哥哥强 你哥哥 若有你半点心气 这圣家 早就是我们娘撒得囊中之物了 可惜啊 娘 娘 若我走了以后 你才圣家的日子不好过 你也别烦恼 只要耐心等上些时日 等女儿在梁架站住了脚跟 我就回来接你 好 好 娘以你这句话 就放心了 好 金江 那边设好的水田 还有南殿的铺子 还是给我带着吧 咱哥哥留着也没什么用 我带过去也好帮忙睡 拜拜 四姑娘 待会儿出去的时候 您别站得太直 别比拱着点身子 啊 四姑娘出门了 四姑娘出门了 天中共 哎呀 父情 怎么回事啊 都不能来 �思是白儿色的 拜别双亲 愿父亲母亲 福寿绵长 富贵无忌 今你既出阁 就是别家的人了 到了夫家 孝顺公婆 体贴丈夫 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造化 好 好了 别耽误时辰了 出门吧 好 来 小娘 小娘 送姑娘出阁 是大娘子的事情 您是后院的人 不义上前 今天我姑娘出阁 好歹让我看她上了花架 我都不行吗 楚军说 叫梁家迎亲的人 看见小娘如此没规矩 盛家丢不起这个人 红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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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把她咽回去 红狼 女儿就要走了 怎么响 父亲还是不肯跟女儿说句话吗 自今日起 你就成别家人 没什么可说的 女儿深陷 父亲养育之 很用不着 我疼你一场 不承想养成这个样 到了梁家 你想福也罢 受罪也罢 都是你自己的原法 日后若是受了委屈 也用不着回来哭 这不是你自己选的路 现在又哭什么呀 父亲说得对 都是我自己选的路 女儿绝不后悔 帮哥哥 走吧 亲娘子出阁了 外人 外头还有好些宾客 我们还是去应酬饮饭才行 有老道娘子 信纸 说出阴 없이 毕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roll 律rs 女男朋友 食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